继先前交通部观光局在积极推出以石虎为主题的彩绘列车后 积极镇的特有生物保育中心 特别与林务局以及铁路局合作 汇集创意 推出以台湾野生动物为主的石虎号彩绘列车 我们这个石虎列车其实最主要是提醒大家 其实呢在我们生活的周遭旁边就有许多的野生动物 所以这个列车上的彩绘除了有石虎之外呢 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就在我们潜山可以见到的野生动物 我们的石虎列车上到底有哪些野生动物 欢迎各位呢 有机会来我们积极亲自来搭乘来体验 来吸收我们绿色隧道的分多金 来我们特有生物中心 我们有一个3.9公顷的生态教育园区 里面有上700种以上的原生的植物 值得大家来探索 林务局副局长廖一光指出 在15号守完后将来再积极都可以看见火车在传说中 也代表着石虎能够在林野中传说 我们从这个前年开始 我们就跟台铁局合作 去年也合作这个里山列车 在全省到处这个整个里山的列车呢 借由火车这样的这个全省的行动呢 来这个推广我们生态保育 然后让民众也能够来认识这个我们的里山动物 希望借由我们今天的这个 15号的这个列车的首行 那将来呢 我们积极线的那个火车呢 我们的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石虎在这里穿梭 先议员陈昭玉表示石虎与急急症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次在相关单位的配合下 15号正式首行 也欢迎民众可以来搭乘石虎号 一起来认识石虎 今年就由我们在地的特有生物保育中心 特地来接手 今天也来启航我们的石虎的一个列车 我看到我们整个石虎的一个主要的主角以外 还有很多相对的保育的动物 也都名列在这边 彩绘在我们这个车厢上面 我相信对于小朋友 还有我们这个保育的一个观念 都能够更加的深化我们的人心 然后彻底我们用实际的一个行动 来做环保的工作 希望借由15号的首行 除了能够让更多人认识石虎以外 也能够将生态保育的观念向下扎根 共同来爱护这个地球 记者邱平易几集采访报道